如果监视器拍到这名富人骑脚踏车 打算左转骑进内线车道 白色轿车直接碰撞 富人连人带车倒地 可把驾驶吓坏了 但还没等到双方叫警察来 富人居然牵起脚踏车 直接骑走 当下车主超傻眼 立刻下车找人 站在路口四处看了看 就是不接富人踪影 立刻小跑步往前追人 轿车装上脚踏车 富人却一走了之 车主只好报案 他的汽车被自行车撞击 对方已经逃逸 其方却拿出法条 告知车主富人不算 肇事逃逸 根据车祸照逃行法规定 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知人伤害逃逸者 可处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就是肇事逃逸 但交大车属于慢车 不是动力交通工具 所以不算赵逃 联系 脚踏车驾驶人 道案说明 富人还是得因为 不义规定转弯 将开罚最高一千两百元 只算得上违规开罚 脚踏车擦撞不算 造势逃逸 警方依照车损案售理 颠覆民众认知 发生交通事故 不论车损严不严重 都该先报警 避免事后争议 记得金线中林之会 高雄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 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 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